捲起裤罐穿著傘 好多人在溪邊玩水 也有人穿上救生衣 原來他們是素溪團 帶著團客要來這裡玩 小朋友也好興奮 拿著紙杯在岩石縫裡抓螃蟹 這裡是花蓮沙浦蕩溪 因為距離花蓮市區很近 廉價期間吸引不少人來遊玩 因為這裡可以吸水 很涼快 可以帶小孩子吸水來 就天氣很熱 然後剛好疫情也比較虛緩 在台灣的部分 對啊 所以就剛好出來玩水這樣 來到花蓮翡翠谷 石頭上佔了滿滿的人 地下的溪水好清澈 都可以看到木瓜溪的底部 靠在水裡好涼爽 但往上一看 步道上滿滿的都是人 對啊 今天感覺上 天氣最要去泡水 延價第三天 花蓮的氣溫高達37.3度 天氣真的好熱 不少民眾全家大小帶出門 玩水消暑 停車場都已經停滿滿 甚至沒位置了 還停到馬路的兩旁 只是大熱天玩水雖然涼快 但還是要選擇合法可以下雪的區域 像是沙頭蕩溪其實都是有管制的 水裡還是有許多石頭縫隙 甚至還有漩渦跟暗流 但表面上卻看不出來 水源地這裡我們在位是 目前是比較廣大的地底 比較危險的地方 所以我們是禁止民眾去吸水的 讓民眾玩水可以更安全 TVBS新聞高志豪加滿花蓮採訪報導 網上看新聞請下載TVBSAPP 或直接按訂閱TVBS新聞頻道